哈喽大家好,我现在在广州 今天时间是2024年7月31日 傍晚的5点49分 这个视频带大家来看一下广州街头的现状 这里是广州的北京路步行街 今天是周三啊 工作业 步行街还这么多人 而这一座就是广州西方有名的大佛寺了 这一座千年古叉 也是很多游客来到广州北京路 必拍照的一个景点 看到没有 很多人在拍照 这么多人在逛街 可能是因为暑假吧 这些人都是游客 看到没有 拿着行李箱来逛街 可能是刚下飞机就赶来广州北京路了 因为在这里 可以吃喝玩乐够 哇 前半就搞什么活动吗 古叶金秀月映风华 太多人了 下方就是广州北京路的一些遗址 千年古楼遗址 这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条北京路的历史十分的悠久 因为据考究 北京路的话从古到京啊 都是广州的经济中心 商业中心 大家都久没有来逛过广州北京路了 现在广州北京路 可以说是广州排名第一的步行街 看前方的主播 厉不厉害 牛不牛 我是第一次在北京路看到主播啊 它比不上深圳的东门步行街 深圳东门步行街的话 那是太夸张了 不过快又说回来 广州的北京路步行街啊 算是一条十分有律师 十分有文化的一条步行街 因为在这条步行街上面啊 聚集了很多一些历史文化 这里又是 下方就是各个朝代的北京路的路面 看到没有 中原习区 除此之外 在这里啊 还有很多一些遗址跟旧址 看到前方没有 广山报广州半岁处旧址 除了这一处 在下方的话 也有一个什么旧址 所以说在逛北京路啊 就法复走入了一个历史的课堂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过去的广州 以及广州的历史 甚至广州的文化 所以说北京路的话 不仅仅是一条三叶步行街吧 更是代表广州文化的一个窗口 很多人在拍前方这块屏幕 因为这一块屏幕就是广州的第一块螺眼3D大屏 还有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地图啊 这一大块的话就是广州北京路了 可以看到很多一些旧址 看到没有 旧址跟移植啊 所以说大家来广州旅游 来北京路逛街的时候啊 不要单单逛街而已 可以去附近走走看看那些遗址跟旧址 都是十分急得一看的 看完之后啊 又增加了你的箭矢 也打开了你的眼界 在前方的不远处 还有一个南越湾的完工移植 十分具有可抗性的 好了 容易失常的问题 那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带大家一起逛去广州的停息路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 拜拜